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立刻想 山过去变成雷 上面的折到底下变成风 所以折山前变成雷锋 横 横挂 横挂的话就完全不同了 各位看到 底下那个是上面是雷 雷是长子 长男 底下是迅 迅是长女 在闲挂的时候呢 少男在底下追求少女 他在底下嘛 表示我奉承你 到了横挂一旦结了婚都不一样 结了婚之后呢 我们说男主外女主雷 这个是正挂是雷 就在上面了 那么逊挂就好好在底下守着 所以这边横挂很特别啊 横挂有好几个胸啊 我们要特别留意 说明这个要守横不容易的 我们显示他的卦词 横 横 如就立真 立有忧望 好 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一个卦词里面同时出现立真又立有忧望呢 立真代表你不要动 因为这是什么 说明这是不义之横 立有忧望代表你又要行动 所以横有两种 一种叫做不义之横 不改变的 一种叫做不义之横 不义就是不改变 不义就是不停止的 比如说我每天慢跑 这是不义之横的 从来不间断 每天慢跑 这是不义 那不义之横怎么样呢 我绝不改变立场 君子顾穷 就是不义之横 所以讲横就两面了 千万不要想说横就是坚持到底固执 那不是横的意思 像日月每天这样运行 它也是横啊 它每天改变 有规则就好了嘛 那么好 我们看他的叛转 叛约 横 久也刚上而下 雷风下雨 顺而动 当如五节应横 横横 无旧立真 久于其道也 天立之道 横久而不宜也 利有忧望 忠则有始也 日未得天而能久照 世时变化而能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横 而天立万物之情可见已 最后这就要跟前面横挂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横 看到这个横 就知道天立万物的真实情况 初九上去变成九世 太刮到六世呢 到底下来 所以他说刚上而柔下 那么天立运行的法则呢就是 有横长久而不停止 是因为游走前往 是因为什么 终结之后会有些人开始 终则优势 所以你要不移 不要停止 接着说日月依赖天时 一群天时 世纪变迁推移 这都是长期形成的 我们常说这个 每个人领导风格不一样 风格一定是长期才能形成风格 你不能说这一下子就立刻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不太可能的 最后还是一样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我们看到好几遍了 人文化成啊 天下化成啊 代表文化的化这个字啊 就是要让一般百姓的改变 走上这个人生的整路 在我们的解读里面的第三点 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 提到横杂而不厌这四个字 横什么叫杂而不厌呢 你要有横心你本身就要设法去调配你的 这个工作的内容 你才能够长期坚持 比如一个学生上课 他如果说我今天上课在学校念书八小时 全部上果文课 明天全部上英文课 后天全部上书有语他受不了 他一定要今天有果文有英文有书就要砸 看到没有 一课一课换来换去交错 他才能够不会厌倦 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做一件事情保证恒心 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某种秩序 某种安排 他才能够有横的坚持下去 不可能说我要做这件事 我别的事都不管 那你很难坚持三天四天的 我们说是一步是寒就是这样子 因为人很容易厌倦 所以我最近会到上海读书馆去谈这个读书方法 也会跟他们提到 人念书要分四季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念什么书 这样你才不会说 哎呀一天到时候都念同一本书 受不消 当然我是把这些经典合成 作为他们的参考 春天就要念论语 因为念论语感觉到每个人都有希望 夏天就念庄子 念庄子之后才会觉得 好像是心里面很清凉 又有很多预言故事 你看了以后对于这个人间的各种问题 就比较这个看得开 秋天的话就要念老子 秋风萧舍 念老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冬天就念梦子 因为太冷了可以讲浩然之气 所以这也把它制成这个四本书 变成春爱秋冬去念 所以有时候这个 这是二十年前一篇演讲 你一直想到的 可是后来发现很多人都一直 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春天为什么念论语 我们就要从这里面找理由 很有意思 所以有时候你在这个社会上 你要提出一种观点很不容易 以前我也没听说过谁提过这些 所以说把这个论梦老庄四本书 分春爱秋冬难念 当然还可以有别的考虑 就是把人生分四个阶段 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要念哪一类的书 这样你念书才不会厌倦 要不然你光跟一个人说你要念书 那恐怕不容易有效果 好我们看他的大象 象曰雷锋横君子以利不义方 君子要怎么办呢 利身处事不改变自己的正道 方在这个地方代表方正正道 我们接着看他的内容 第一个初六 初六俊横真凶无忧力 下一位 俊横之凶使求生也 初六深入追求恒久 我们都知道初六一上场啊 进入恒挂 他心里想说恒挂是不是 那好我就要好好的追求恒久 你刚刚上场你凭什么追求恒久呢 你要慢慢渐渐的使恒久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他这边说你正顾会有凶惑 就是我初六不动 这样就可以有凶惑 没有任何事宜的事 这叫做守长而不自便 初六为什么不可能正顾呢 初六在什么位置 初六是一个驯挂 驯挂有什么特色 进退 驯挂就像风一样吹来吹去 你怎么可能不动呢 所以你初六你希望不动你是好高骛远 所以这边就说啊 你深入追求恒久会有凶惑 是因为一开始就追求得太深 是因为一开始就追求得太深 我们做很多事情啊 一开始要慢慢来 那么我们再看九二 九二毁亡相约 九二毁亡能久终也 九二就是恶恼消失了 是因为他能够长久保持中道 九二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 九二这个位置在中间 所以他又有六五正印 所以他基本上可以符合恒挂的要求 不至于有悔 那这时候你还是要问啊 悔来自于何处 对不对 你先有悔才会亡啊 悔才会消失啊 悔来自于你的位置不来对嘛 你是阳阳在柔位啊 虽然终很好 但是毕竟是这个不单位啊 所以悔来自于这个地方 然后看九三 我们一起念 九三 不恒其得或臣之修真理想愿 不恒其得我所容也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句话不恒其得或臣之修 是《论语》里面唯一的一句话 孔子谈到《易经》的内容 就这句话 在《论语》里面 我们把原文看一下 在《论语》中 《论语》子路边 子路边第十三 子曰 男人有言曰 人们无恒 不可以作无依 善夫不恒其得或臣之修 子曰 不战而已 这整道话 问题在什么地方 该怎么翻译呢 孔子说 南方有人说 男人当然指南方有人 因为孔子在山东 算是北方了 这没问题 在这边讲做无依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能被无依把病治好 就是做无依 做代表治好 又重新兴起 叫做 所以翻成白话就应该说 孔子说 一个人没有恒心 连无依也治不好他的病 就那么简单 为什么 你没有恒心吃药 医生叫你运动 你没恒心 你没恒心的话 华佛在世也帮不上忙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好 你现在如果不照我这样的翻 你照一般的翻法 说一个人没有恒心的话 连无依都做不成 那代表做无依很简单 对不对 我现在换一个方式来说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我说一个人不用功的话 连医学院都考不上 奇怪 连医学院都考不上 你把医学院看那么容易吗 你最多只能说 你不用功的话 连哲学系都考不上 这比较合理 因为哲学系 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子 一个大学只要设了哲学系 那个哲学系往往就在全大学 最低分的就是哲学系 所以我在哲学系教了三十年 实在没有什么成就感 所以整个哲学系里面的气氛不好 学生们大部分都是 这个是愿政会 不想留在这边 像我大学时代也念过一点点《易经》 就是钱挂了《文言传》 念了以后大家都说好可怕 这个是《易经》看不懂 所以后来我就 在哲学系教书就觉得学生也很可怜 孔子的话是什么呢 你如果没有恒心 连无依也治不好你的病 古时候《无》跟《易》放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无》可以粘瓜 它可以透过它的方式 像你看原住民的社会 它都是《无师》 它就是《易师》 甚至有时候《无师》它就是领导 《无》跟《王》 古代的字源是一样的 你看《王》的写法 《三汉王》跟《无》的写法 它的字源是相通的 往往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它是政治宗教合一 政教合一 国家领袖政治领袖 它就是宗教领袖 因为一般人比较会崇拜宗教领袖 他可以跟神明相通 是真是假 我们先不管 至少我说我跟神明这边得到启示 你们要听我的话迁都 那大家表演接受了吧 好 所以孔子特别用这段话 就是说明什么呢 不能横手得行的人 常常会受到羞辱 政府会有困难 无处可以容纳他 因为九三呢 他本身的动性也很强 实在是不愿意继续守恒 因为九二九三九四是一个无情 好 我们再看九四 九四田无情 相约九非其未安得情也 怎么忽然出现一个打猎而没有获得禽兽呢 各位看到九四怎么来了 九四是从底下上来的 本来是一个地先太挂 太挂里面九四本来是初九 它从底下上来代表什么 各位再想想看 九四从底下上来的时候 接入到上面的一个坤挂 坤就是田 古代是有田就有打猎 叫做田猎 你没有一个土地 一片这个稻田或是这个森林的话 你怎么可能打猎呢 所以田无情代表什么 当这个九四从底下上来的时候 它来到坤挂 但是一来坤挂 正好把坤挂变掉 变成什么 变成正挂 正挂当然是没有田 没有田就没有情 因为禽兽一定是在田上面 土地上面才能长 所以这一上来之后就变成是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打猎呢 因为九四本身在户前里面 它又是上面的正挂 非动不可 所以它就要打猎去了 但是你长久处在不恰当的位置 九四是位置不对 尤其是阳瑶在柔位 尤其是阳瑶在柔位 位置有问题 好看看六五怎么说 六五横其得真 妇人即夫子兄 相约 妇人真即从一而终也 夫子至义重复凶也 这段话问题就很大 我们看到从一而终四个字 在古时候很多妇女就这样 不清不楚的 不明不白的就从一而终 到处都有一些癥结牌坊 你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 哎呀这个是到底好不好 实在是很难讲 因为历史上很多事情发生 我们在现在看的时候 很容易用今天的眼光来评价 这个对古人也不公平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观念在什么地方 观念在于说 古代社会啊 男性有受教育机会 他有机会出来从政 所以呢 他考虑事情啊 就不能只考虑我家人的需要 但是古代的妇女啊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家庭里面的一个角色嘛 他不可能考虑到整个天下大事啊 政治上的需要啊 所以妇人从一而终 就是说我既然结了婚 我就好好把这个家设法管理好 不要有三心二意 这是古兽情况啊 那么那倒过来 那为什么夫子凶呢 因为他说夫子自义 夫子男子要受道义的约束 重复凶业 他跟随妻子不知变通 就会有凶货 多少男子甚至当得很高的领导 就因为太太贪财 他也跟他去贪财 那后就会坐牢 看到没有 我们实在不愿意提现实上的新闻 但是想要这种东西 你看就知道 看到没有 重复凶言 你没有考虑到大义啊 对不对 你既然在社会上工作 就要考虑到社会正义啊 那你考虑到只是什么 太太给你什么指示 给你什么要求 到最后呢 果然是深陷法皇 这多可惜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古人的观念 提到 同一段里面 富人吉 福子兄 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 都会碰到这么复杂的情况 所以你张卦碰到这个谣的时候 你就要问 如果你问的是一位女士 那张到这一谣的时候 很好 富人吉 你问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问你身体健康吗 吉 男生张卦张到这个谣啊 就知道 夫子兄 你是兄 所以有时候 一个谣要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古时候有这样说法 而张卦的时候呢 有时候 在这个地方 比较没什么道理可说 你说为什么 两个人同时张到这个谣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就有差别 就好像大人跟小孩 戏小子失丈夫 戏丈夫失小子这些 因为他的存在很早 成为很多人阅读的材料 慢慢也变成对你的 变成对你思想的制约 像你说今天这些书 古人念了 当然受到影响 你说你应该如何 《易经》上面这样说 所以你要听话 大多数人都不去思考 都是照本宣科 《易经》上这样说 以为是千金第一 他不知道说《易经》也是人写的 所以我们今天念书 就比较自由 我们今天念书看到觉得 这个不成道理 为什么 我再强调一次 富人不见得是女性 代表什么 顺从者 她是阴遥 就好像我说 阴遥不见得通常是女生 对不对 我在学校看她校长 我就是阴遥 开会的时候 她一个人拍桌子 我们就不敢讲话了 是不是 那我在我班上教书的时候 我是老师 我是阳遥 对不对 我这个打分数 学生就很听话了 所以她是阴跟阳 富人跟夫子 是看你相对的关系而定 你从这边理解 比较符合我们的需要 要不然你一定讲成男性女性的话 变成有时候 跟今天这时代 真的是脱节了 今天也有很多女性 做一个很大的团体的领导 或是一个企业的领导 都有的 好 我们看最后结束怎么样 上六正衡 凶 下约 正中站上 大五公也 上六为什么要正衡呢 因为她在上面正挂的最高的位置 所以她就变成震动长久不停 明明叫你去横 只有你是震动的很横 那就不行了 就是完全没有功劳可言 居上位而震动长久不停 居上位就要设法收敛 准备退休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选择 所以你看在横挂里面呢 居然出现也有三个熊 虽然有个熊是指夫子熊 你说这个初六有个熊 上六有个熊 六五呢是对夫子熊 别的几个呢 还算是九三正令 九二是鬼王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在横挂里面呢 居然只出现一个富人疾 这个疾 其他都是不怎么好 会先有懊恼再消失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两个人相爱容易相处难 这话大家都很熟悉了 你横挂这个组织家庭之后呢 烦恼才开始 人生的考验啊 往往不是那个开始的阶段 而是你后面 如何去维持坚持的阶段 所以这是横挂跟横挂 有些想法恐怕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有一般人听到横以为 有横啊总是好事啊 不知道他讲的是雷锋横 是两个人如何相处的问题 好我们这一夜到这边休息一下